主料,红参15克,花参52克,鸡脚189克,辅量,油,鸡粉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-2小时,食材,红参炖过水的红参,投并红参水已经给夫君喝了,食材,花参,食材,鸡脚,将花参洗净,用清水浸泡30分钟,将鸡脚洗净,贴至脚趾, 将鸡脚放入汤锅中,倒入适量的清水,盖锅盖,大火煮滚,老体再次洗净鸡脚和汤锅,将鸡脚再次放入汤锅中,倒入浸泡好的花参和浸泡花参的水,与先包好的猪苦汤,把适量的猪苦汤倒入汤锅中,盖锅盖,大火煮滚,接盖,关火,把汤锅中的食材全部倒入一点多锅中,盖锅盖, 通点,大火断两小时左右,时间到,接盖,加入适量的鸡脚,如果,断点,盖锅盖,上桌后就可美美享用了,吸吸,烹饪技巧,红身对高血压和动脉中央硬化症,肝病,糖尿病,瓶颈,肥颈,肿瘤及老年病等均有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